感谢您关注我们的线上直播课程 在这个时间和刘峰老师对话的嘉宾是梁树铭先生的长孙梁清源老师 梁清源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树铭研究中心的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专攻北大课题组首席心理专家 是西南大学的特邀研究员 今天梁清源老师和刘峰老师对话的主题是梁树铭先生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系列课程的第十讲 天命 好 有请梁清源老师 大家好 我是梁清源 我们讲孔子孔子的人生态度 梁树铭先生从这个论语当中归纳出来孔子的人生态度一共有13个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十讲 天命 天命这个东西呢好像又很直接又有点玄虚 说起来也比较费劲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往往会把这种东西跟这个玄学呀 跟这个迷信呀跟这个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呀命不好 不如此类的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冷静的下来看一看 孔子 因为他在论语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个天命 那这个孔子的天命是什么 那么从中国因为他是象形文字 对吧 大家可以看那个命字 这个命呢是一个道的口是向下的 是居高临下的 在那发号是天之力 所以这种这个命这个字最早还是可能是在西州的这个经文里头 那么甲骨文的这个命和令 其实它是一个同字 同一个字 我们现在说命令 其实那个命和令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看这个字形 就是一个道着的口 一个跪着 接受命令的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本意里头呢 就是有一种支派谁指挥谁 指导谁的这个意思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命字 这个文字结构上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它怎么出来的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也讲了 在论语当中 天命这个词 命这个词 命这个词 出现了有24词 那么其中大概有十来个 十四五个 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天命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 那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梁树民先生 他有一个解读 他说所谓天命的意思 似乎不用去搞得很深哦 就是我们说天然 就是表示不是人为的 如果我们非要去指食 那这个天然是什么 就是宇宙大的变化流行 这个大的变化流行 一直灌注下来以后 形成如此一个样子 所以本质上就讲 就是末之为而为 末之之而至 这个天 有一个 我们决定不了 是宇宙来决定 一个自然的意思 命当然是一种定的 对吧 你刚才我们讲了 你从字上来讲 从字意上他是跪着 要去听命令 是上边下的命令 但是我们在论语里头去看 那么其实孔子 他讲的是一个生活 他不是讲那么个玄虚的东西 命这个东西 我们看在论语为正片里头 他就讲过 五时有五而知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不欲 他是对自己的生命发展 阶段的一个回顾 或者是一个总结 那当然古人在谈记天命的时候 意思就很多 有比如说说这个是上天之意 上奉天命 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因为人内这对宇宙 对自然的这种了解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那个早年间 就商周啊 甚至于更早 他人对世界的了解非常的懵懂 所以一切解释不了的 自己弄不明白的 也就说这是上天的 那么当然 你当部落首长 当酋长 甚至于当君王 那也得听命于天 因为他对很多东西不了解 对吧 为什么刮风 为什么下雨 他搞不清楚 那怎么办 对吧 就是巫师 你不管是烧龟甲也好 是什么弄甲骨文也好 占谱也好 还弄不清楚 那怎么办 那就是天机 天命 所以在上书当中 就讲过 有这样的文字 就是先王有福 克锦天命 那在这个时候 那怎么办 还得追求天命 那么这个时候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 比如像在天问里头 去缘 那怎么办 他是天命反侧 合法和诱 他是质问 这个上天怎么回事 那么到战国的时候 那孔子之后 这个也算是 如今他的大咖 那荀子 他就提出了 对这种自然规律 自然法则的 一种主张 他认为自然现象 不是老天爷的 是自然界 自然的那种 变化流行 演化的规律 那么 同时我们也看到 还有主张 就是说这种 是天赋 对吧 中庸里头就有这种文字 天命为之信 率信为之道 修道为之教 东汉的这种 郑康成 经学家 郑玄 就天命 所谓天命 生人 则也 是为信 所以这个 郑康成呢 他这个解释 按通俗的理解 是一种 天赋的 与生俱来的 先天性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一个 非他本人 发明创造 而是生而 俱有的一种 天资 天赋 不是人为的 再有呢 在 论语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是什么呢 有时候也会指 人命 对吧 比如说 天术已定 不忠天命 或者是 死于非命 诸如此类 这个都有 你像在这个 拥也篇 论语 那就是 伯牛有机 子问之 自有 知其手 就孔子去探望他 自有 从这个窗户 把手伸进去 王之 命以否 私人 也有私机 私人 也有私机 那这个时候 说明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人为的 那么人命 死于疾病 这个不是我们 料想的道理 那么 在佛教里头 会讲 是所谓的 无常 当然这个东西 孔子 因为在 儒家学说里 他是 对鬼之人之事 是不言不说的 是非宗教的 那这里头呢 就不用多讲了 那么 孔子的这个天命 是什么 这种命 就是一个 规定好的 内在的这种 规律性 已经 具定的事实 命该如此 命 对吧 天命如此 是一个抽象的 法定的 规则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事实 与法则之间 所含的那种 趋势 因为 为不为 比如说 天命 是 比如说你想去考研 你去不去考 那是你可以定的 但能不能考得好 能不能考得上 这个不由你能 不是由你来确保 对吧 一个人里的发挥 这个就出题 另外一个 其他考生的发挥水平 这个完全都 就是说 所谓 复之于天 然后 听之于命 这个东西 就不由你来决定 所以在这个里头 杨树明先生指出 就是天命 是指非必然 也不是偶然 既不是必定如此 也不是 完全靠状态运 所以宇宙的 大的变化流行 这种命 它跟生活 是分不开的 密切 关联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一定要清楚 很多东西 它是有一个规律 但是没有模板 不是一个模板能确定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个博客 那个博客的题目就是说什么 搞教育如同种庄稼 就是你全力以赴的去教这些学生 能不能成才 有几个人能成才 将来能有多大的出息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说一旦有冰雹 一旦有什么洪水 一旦有旱灾 那你努力中这个庄业也不行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反正汉烙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不中了 这个也不对 所以在这个里头 就是所谓的叫尽天 尽人事尽天命 就在这个里头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到 中国大陆的很多的现象里头 就是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法接受 为什么 就是老想着用一个狭隘的科学观 刚才我也跟那个 这课前跟那个刘老师 谈了一下我的感受 就于英时先生讲 就说五四运动一搞 那中国呢就把这个科学引进来了 对吧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就引进来了 但是我们对这个赛先生的理解 往往停留在一个狭隘的 科学的那种减前表层次上的认知 那比如说 这个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或者是欧姆定律 电流跟什么电压 这个电阻相互之间的关系 只要这么做 他就是在按照欧姆定律来运行 但那都还是比较前表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怎么样 我们以为是科学的 其实是对科学的一个非常狭隘和局限性的一种认知 所以这样就会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经常有所谓的这种医闹 甚至于什么杀医生啊 砍医生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医疗这个事情 它不是一个只要认真症就一定知道 它跟修汽车不一样 对吧 你说我花钱 我不行 我什么都换了 我就那个牌照不换 我可以花钱 但是它治病救命 它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毛泽东那阵 那肯定是 国家请全力去抢救 那它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就跟这个刚才孔子指着这个伯牛的手 就是不行了 不行了 就是命该如此了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不接受内在规律啊 生病啊 生命的这种规律 我们不接受 我们以为只要认真治 只要怎么治就一定怎么样 其实这里头根本不是 一个是医学上我们还是在不断的探索 另外一个对生命来说 它也有它自身的特征和局限性 对吧 你比如包括新冠的这次爆发 那有的人他就同样也去了这发地 他就没事 有人去了 他就不行了 所以在这个里头 你要非说出个 只要这样就一定那样 这个其实是说不来的 那么教育上也是 所以很多的时候 中国容易老想比着葫芦画瓢 特别是在教育上 对吧 你看什么哈佛女孩什么什么 剑桥男孩 我们觉得可以跟这个做阅兵似的 拿模子可以往下扣 但是其实这个都不能够 做得到的 因为是一种变化流行 那梁书斌先生是宇宙大的变化流行 它只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个人体会 个人的这种体会 包括看梁书斌先生的这个主张 那我自己的解读 就是命主张的天命 就是非人类所能主导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 那么如果用现代化的这种名词来讲 那我个人的体会 那大致就是应该是一个规律和概率的关系 对吧 你首先你得报名参加考研 你才有机会 那能不能发挥好 能不能考得好 是你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别人 社会法会的好 这个很多东西 不由你来定 你可能分数很高 但是还有你 比你考得更好的 那这个也不是你来定 对吧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一定要理解 这种天命 我个人的理解 大致就是 规律 加概率 我先讲到这 谢谢梁老师 今天这个话题特别好 我从一开始 就从这个解字上 来做了一个诠释 对这个命做了一个诠释 首先呢 我们对天前做一个诠释 这个天 在我们三维人雷洁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可见的这个宇宙 包括从太阳系 到银河系 到河爱星系 这都被我们称为天 其实呢 在人类的这个 智慧系统里面 指的这个天 它不仅仅是三维的 它是N维 N维亦无穷大的 所以这个天本身 它表达的是一大 那这个一是合一的 投影员 只有到N维 N维亦无穷大 它才是一 才能真正的 在无穷比无穷 等于一或任意数的成 这个境界上理解 什么叫天人合一 所以呢 这个 极致的大 就是N维 N维亦无穷大 是天的整体的这个极大 极大无外 灵维 是极小无内 所以呢 它呢 总和整个宇宙就是太 那么 这个命呢 因为有幸啊 跟那个傅锦华老师 在学习这个中华真文 就是甲骨文来源 甲骨文的初处 它来自于高维的能量结构 那么 它是有几个基本符 就可以完全的 扛盖 对甲骨文的解释 或者中华真文 那我们看那个甲骨文的这个 这个命 它有几个符组成的 它第一上面这个 啊 像是一个箭头 往上的 它被称之为上画 什么叫上画啊 提升维度叫上画 回归投影员叫上画 啊 它相当于最定届的地方 就是投影员 它辐射下来的 这个感觉 所以呢 这个上画 就是命的这个 它的本质 是要归天 是要归到高维 回归高维 这是生命的根本意义 那它中间那里面那一小横 啊 它是有限的显化 如果这两头是无限的话 它就是所有显化的代表 哎 它呢 这个命呢 它给了一个短横 它是一个有限的显化 这个命呢 它一定有它的 有它一定的空间场域的 啊 所以它在上画的基础里面 呈现了这个 那这种显化呢 又呈现了下面的一个符 它相当于正前波的符 它竖着的 它代表这是 这个一切存在 最基本的存在 而它呢 又是在一个 中间有扛扛扛了一个小的一个树 啊 这个正前波代表信息 代表我们的认知 我们在认知 内在认知 局限下的 啊 在一个空间的层次里面 啊 因为一个树如果要是 完整的一树的话 它两头没有任何的障碍的时候 它叫通言 上通通达 恩美恩其无情大 下延到当下 那这个它正好被 正前波 给困在一个 狭小的范围之内了 所以这个病呢 它这个命呢 是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认知的层次有关 啊 这个内在认知就是这个所谓正前波 那同时呢 它这个正前波尾巴这边呢 还有一树 大家注意上面这个点 啊 跟正前波连接呢 啊 就是上面啊 它没有通 而下面呢 它没有下来 它是下延的 所以命是从上反下 可以延续 啊 延到 啊 不同的低层维度 或者命的本质呢 啊 又是要回归高维的 啊 上面有个上话 所以这样我们理解这个命呢 本质呢 它是一个宇宙空间的一个 在一个中间的 在某一个局域系统里面的 能量的呈现 啊 这就是所谓的命 啊 那这里面呢 讲到这个 我们说命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啊 就关于这个投影来解释 因为我这个手投影到二维的时候 我在这个桌面上看我的投影像的哈 这个二维空间的能量分布 当这个投影发生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那这个参与哪决定呢 是由三维我这个手决定的 但我在二维空间 我根本看不见三维 我只能看到 我走到大拇指这个像 我不知道下巴该是十指了 走到十指不知道该是正指了 走到冲指不知道该是无名指了 也就是说在二维空间里 看这个能量分布 是全都注定的 我们在三维空间一样 就是我们出生了一刻 我们在三维空间整个能量的分布 是注定的 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见什么人 什么时候出什么事 什么时候得什么病 在你出生那一刻实际是计定的 这叫命 这是由哪呢 是由高维信息决定的 所以为什么中华智慧里面有这个预测 所谓算命 它为什么能够通过你的一个八字 就能算出你的极穷或福 特别是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 他问你完八字以后 他已经知道你这时候该得什么病了 因为投影原理的关系 已经决定了投影像上的关系了 这就是所谓命的这种 这个含有规定的意义 这就是梁树明先生讲 天含有一个自然的意义 自然什么意思 是自信的本言 自信就是投影原 就是恩为恩其余无从大的 这个境界的宇宙的本体 它投影出来的一切存在 它的一种本然的状态 没有加入人的中间意识 它就是自然 所以自然的反义词就是人为 你只要加油人为的东西就是不自然 所以天含有一个自然的意义 就是指着恩为宇宙空间里面 没有障碍的状态之下 它是一个先天状态的 不执着任何一个有限认知的限制的 那命呢 这含有规定理的 就我刚才说的 高维能量的这个分布决定了三维投影的像 那这个高维能量结构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在认知 就我们对念的执着 因为一念一众生 一个念就是一个正行波 当你执念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一波的叠加干涉和纠缠 它继续的叠加就构成了我们内在认知 这就是所谓的业 这种认知构成了我们的内在的能量结构 这个能量结构就相当于好像三维空间我这个手一样 那这个能量结构投影到二维空间 就是我这个手的像 同样我们的高维能量结构 投影出了我们三维的能量的这种呈现的这种规律 所以它是规定了 被高维能量的结构规定了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叫命 但是有一种现象 我这个手只要一变 这个像就会改变 所以修行人的命算不出来 就只要能够改变投影原力的能量结构 这个人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了 起码命会变化 这就是了凡自信 它怎么改变的命运 所以把天命两个字集合起来 它包含了两重意思 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的命是由高维能量结构决定的 但同时呢 命还有一个 整体的诉求 就是回归高维 所以因为它上面是个上话符 就命真正的天命 就是回归高维的 这个能量的升级 就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讲到天命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读懂 这个儒学思想 孔子思想里边 关于天命的这个逻辑 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 这个生命 在这个宇宙空间里面 在每一个当下 我们生命的那个意义 都是回归天命 就是回归高维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讲到的这个前套能量 这是天行见 君子自强不息 天行就是回高维 提升维度 自强不息 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的 这叫修无止境 所以这样来理解五十之天命 这个呢 恰好呢 在跟王安林老师对话的时候 他讲到 这恰好是一经第五十卦 所讲到的 这个天命 所以五十之天命 它不仅仅代表五十岁 它代表五十 这个字 这个五字 代表着五行 十字 代表宇宙 一横 是显化 一树 是通言 这五行呢 代表了最基本的 能量结构 当这个最基本的能量结构 达到了跟整个宇宙空间分布的一种圆满状态的时候 它为纵向提升 创造充分的最要条件 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前空 能量合一了 这个时候呢 就跟我们的高维 打通了 这叫吃天命了 就是知情合一的状态 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会体现在生命的每一个方向了 孔子也是 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 就是践行了 从三十而立 四十不过五十之天命 他既有这个年龄的概念 同时三十而立 恰好是在第三十卦上相应了 四十不过在第四十卦上相应了 五十之天命 在五十卦上相应了 这王安林先生 王安林先生 他在真正内政 悟出了这个意经和生命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孔子思想 又来自于州里的 鲜化的 这种合理的社会结构的这种 这种 足球的影响 同时更源于 异机此前 孔子的实意 实际讲 就把这个异经 孔子重新把这个异经的文字系统 表达出来的这种圆满 实际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内涵 所以这个天命这个在内 在我们这个时空里面 如果从三维来讲 你是无奈的 你觉得那是注定的 但是你站在生命的意义 和更高的维度空间来说 你就会发现 你可以通过修行 改变命 你不修行的话 这个命啊 是注定的 所以这个这一刻特别精彩啊 能够把这个 这个呈现 理解孔子的这个 在这个讲到天命的 这背后 而且梁先生们把这个最本质的点 说的特别清晰啊 讲到就是天 含有一个自然的意义 这个天 就整个是整个宇宙啊 那么命都含有规定的意义啊 它规定两个方面啊 它的横向啊 还有它注定的啊 由投影原理决定的 注定的啊 这个意义 而在纵向 还有一个持续提升的意义 这两个意义 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乾坤文化 一个叫前道 一个叫坤德 啊 所以呢 坤德指的是啊 在我们有形空间 所有中间层次达到和谐 啊 这种能量的和谐 对动向提升 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 高维意识能量 和三维物质能量 高度和谐于当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正能够 转化命运的一个条件 啊 只有在这个和谐状态 你才能够跟高维的智慧 你的内在连接 还有可能去颠覆那些认知 那些认知的颠覆和改变 就调整了 转化了啊 我们在高维空间的能量结构 就是那个所谓的像 这个能量结构一改变 投影在三维空间的存在的模式 规律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一定会转 啊 那这个呢 叫心法 啊 所以万法必归于心法 万行必归于心行 不会心法 啊 那生命就被注定了 而掌握了心法 生命就主宰在自己的内在高维智慧之中 啊 也就是有和谎 啊 谢谢梁老师 好 那个我们下面接着讲 就是怎么叫 一个刚才我们讲的天命 嗯 因为孔子已经讲清楚了 就五十而知天命 嗯 刘峰老师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那么在这里头 孔子还讲过 在这个论语的饶约篇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那这个标准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你作为君子 你得知道命 不知道命怎么行 但是这种情况是什么 什么叫知命 怎么叫知命 怎么叫知天命 这个事我们还得 把它搞清楚 刚才已经讲清楚了 就是天然 啊 而且其变化的趋势 是一个指向性的 是趋势性的 是有规律的 啊 比如说天体的运行 对吧 这个什么日时月时啊 然后太阳的这个升起降落啊 潮汐啊 对吧 甚至于比如说非洲 什么什么时候 一般就是语记 什么什么时候 就是汉记 那这个都是 已经规定好的 但是我们其实还得知道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啊 这个是 也是古代的先贤 就讲得很清楚 叫做什么 叫阴天之行 就是要跟着这个大的规律 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工作 啊 这些东西都有它内在的这种规律 我自己感触特别深呢 就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当时是在乙金部的钢铁研究总院 啊 搞这个材料研究 那我是85年6月份到这个单位的 但是呢 到了这个85年的10月份 就接受了一个科研项目 这个科研项目当年呢 就是国家的六五科研公关 那国家的六五科研公关项目 是研究一个特殊的陶瓷的部件 那么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其实已经非常紧迫了 因为大家知道咱们是 国家都是搞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 那其实是85年吧 按说这个六五可以结束了 那但是由于我们那个项目有些因素吧 整个是往后延了 所以实际上 不管怎么样 就是86年得建个分晓 对吧 已经延期85年都忘不成了 因为我 你要10月份才接受这个项目 我也不会变魔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第一次独立的接手一个科研公关项目 所以当时也是非常的投入 印象很深 那真是尽心尽力 最直接的就是早晨 上班的时候 北京的路灯是亮的 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路灯还是亮 两头都是路灯亮的 那这也没有什么什么奖金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提成啊 什么都没有 就是接了一个项目啊 非常认真 非常的希望把它做好 这样全力以赴 这一个是从时间上的投入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科研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难点 不论是工艺工装设备 还有配方 还有整个的这个试验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是要用在钢铁厂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部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 钢铁厂那种重工业 一旦出事 肯定都不是小事 对吧 还不是你纺织机一台 然后出了什么故障 那顶多就是坏了 怎么样 那钢厂一旦出事故 那肯定是非死即伤 都是非常严重的事 特别是大型的钢厂 对吧 因为一般的钢厂 都是年产 都是十万吨啊 甚至于百万吨都有 所以在这种钢铁的这种 工作环境 一个是高温 对吧 你把铁化了 把钢炼出来 那你想想那都是 一千六百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在这个时候 整个的工作 确实压力非常大 那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一头忙活 那到了八六年的三月份 我们就去到了这个成都 开始了这个科研项目的 证实的实验 但是有句话 大家都知道 就说事不过三 我是在成都 印象很深 是三连摆 而且这个三连摆 不是说失败了 然后就完了 而是每一次失败 都是十多吨钢水 全都包废 全都没法咬 所以这个损失 或者那个场面的那种冲击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失败了 这个汽车什么什么 滚路不行了 我换个轮胎什么的 不是 是钢水 数十吨的钢水 全都包废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虽然按 科研要求是允许失败 但是大家非常清楚 这种严重的 这种触目惊心的这种失败 大家其实还是很难承受的 所以不仅仅是 因为这种失败给现场 带来了很大的这种问题 你钢水流的哪儿都是 那你可以想象 那种清理起来 可是要了命了 所以原来跟工人都很熟 开玩笑 现在我看 那工人吃了我的心都有 因为这样一旦失败的话 那就是他们的提成 是跟那个钢产量是挂钩的 那我这个东西一失败 他们的奖金都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直接的厉害冲突 在一个对厂方来说 压力也很大 因为整个的项目已经脱气了 所以厂方也是非常的恼 恼火到什么程度啊 可以大家从一个细节里可以看 厂方已经恼火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 一个首先向冶金部告状 就是你们冶金 这个钢铁研究总员 搞的这个试验 123的失败 到冶金部告状 那冶金部当然就是下命令 要求我们赶紧解决 那这样的话压力很大 我们钢铁研究院的院长 一把手 也马上就亲自 带着这个相应的 一干的这种领导 马上飞到成都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吧 这个双方不管怎么样 我们院和他们厂方 应该算是合作单位 是兄弟单位 是友好单位 但是即便是这种 都是一个行业的 甚至有可能还都是什么校友之类的 厂方居然接到 因为那这儿八十年代 没有电话 不要说手机了 坐地都很少 那么就是打电报给对方的工厂领导 厂方居然不管接待 不去机场接 也不安排 什么都不管 就非常恼火 最后就是院长自己 我们院在成都 有一个单位 自己我印象非常深 院长是坐了一个金杯车 带着这个一干领导 来到这个成都 那么在这个 汇报工作的情况下 首先就了解了一下 因为它是我印象非常深 是86年的 最五号到了成都 那么按 冶金部的规定 就是4月7号 要进行第四次实验 因为三连败了嘛 第四次 那么其实按含着 如果再失败 那有可能就是 你这个研究单位 是不是就要被炒鱿鱼 被踢出局了 那么这种情况 这个压力之大 大家可以想见 不仅仅是这个实验现场的 这个问题 就是在从这个 已经不从这个双方 单位的合作关系 最后都是因为 我的这个研制的这个东西 没顶住 然后把这个局面弄成这样 那个压力可想而知 那么院长肯定也很重视 已经到了这种 就是千军一发的这种关头了 所以他也带了很多领导 包括 我当时的两个顶头上司 我上头的一个是 我们大的一个科技所组长 还有一个就是 我所在的研究室的主任 那实际上院长也是有点那种 要督战的意思 而且把我的领导也都给摆到这个第一线来了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 非常深 因为是4月5号 我们就开会 说4月7号实验怎么安排 在那个会上 我的两个顶头上司 突然拿出了一个杀手锏 就是他们两个人 4月6号 天上下刀子 也得回北京 不能参加4月7号的现场实验 这个其实我估计连院长都没想到 那可见这个时候 我们不知道 是人家是 一看不好就要跑啊 金蝉脱鞘啊 还是确实如此 但是就是 就是要走 就是要走 所以当时印象很深 院长还专门讨论了一下 就是说4月7号的那个实验 他什么时候去现场 参加这个现场 我们讨论了以后就说 还是实验完了吧 就是因为那种实验的概率 失败很高嘛 你等他实验完了 失败了 顶多收拾现场 你去看 你也到了 也进步让你去 你也到一线了 对吧 不然的话 一旦你去现场 还没开始实验 或者在实验的半截 就开始出故障了 那工厂 现场的工人 和对方的这个科技人员 人家说什么怪话的都有 你是院长 人家也不管 你都得听着 也很尴尬 所以我们当时就跟院长商量好了 你等我们实验完了 不管成败 你再去看 那么印象很深的就是 因为4月6号晚上呢 我们都住在这个钢厂的招待所里头 我的那个搭档啊 王正龙先生 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就劝慰我 就是意思明天 事业压力确实很大 因为太关键了 对吧 院长也清楚独占 而且牵扯到 有可能我们院弄不好 要被扫地出门了 你再劝慰我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我非常奇怪 当时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就说了一句 我说 其实明天如果是失败了 那我认为是 科研规律的胜利 就是失败的还不够多 因为科研它总是要面对失败的 对吧 你不管讲ID生也好 讲什么也好 只要是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有探索 那它总是有成有败的 这个事不是我们定的 说如果失败了 那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失败的 不够多 另外一个就是 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这个天赋 不能力 包括时间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我是十月份接手项目 三月份就去县长开始工作了 那这个里头中间还有什么春节和元旦 所以实际上留给我真正工作的时间 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样子 非常紧张 那么如果真的成功了 我觉得呢 那就是一个是尽心尽力了 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两头都是路灯亮着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技术上 在工艺上 在器材上 在配方上 真的是动了很多脑子 做了很多的改进 那结果呢 就是到四月七号 这个实验就成功了 所以院长一下又把我记住了 因为对吧 等于是有点救驾的那种感觉 就差一点 院长就给摆在里头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印象很深 后来因为这个项目 因为是国家的项目 就在八九年申报科技进步奖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那这也就是一个基层的 客体组的这个小组长 对吧 我当时的手下大概就三四个人 那么这种 我们这种按这个体制上 往上申报啊 这种科技奖项 显然都是上层 我的两个领导 他们决定 报谁不报谁 或者是怎么写材料 那显然这个东西就不归我管 对吧 人家不问 但是后来我知道 就是他们报的是他们自己 但是因为呢 当时他们4月6号坚持回北京 给院长留的印象 太深刻了 而且当时他们就跟院长说 他们一个是工作特别需要回北京 再一个就是 这个项目完全都是小梁 那这是小梁 四十年前嘛 都是三十年前 都是他干的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在这也没什么用 完全是他 那既然院长说 既然你们说了完全是梁权 那这个报奖当然也就是梁权 所以这个是我院长也没跟我说 领导也没跟我说 所以最后我拿那个获奖证书的时候 是一种非常意外的惊喜 就从这个角度上 我自己的体会 就在这个里头就是一定要尽力 杨重明先生他就讲 我思想中根本的观念是生命和自然 因为他看来宇宙是火的 一切以自然为宗 相信 而且信的极一切皆有定数 但并非百分百 便什么也不贪 什么也不怕 随感而应 行乎其嗓所当行 故而不留 只乎其所修行 因为在这个里头 我们要明白 宇宙规律 它是一个大的变化流行趋势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那我们要理解生命 是自然的 宇宙是活的 那就是什么 一切自然为重 那么在这个里头 不是我们因为怎么怎么样 就必定怎么怎么样 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既然接受了这种不确定性 那我们怎么办 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做 对吧 那么杨淑明先生讲说 盖在智慧高强人 其创造力强也 一般庸俗之人 大都落入了 陷入了宿命论中 在这个情况下 他不通晓 不知道什么是天命 以为是算卦 这个其实不对 因为这个里头 知是指通达 在论语当中 孔子就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那么在这个里头 对这个 跟人家讲 比如说有人诽谤孔子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人就告诉了 孔子全然不当回事 对不对 那不管我的主张能实现 停止于命运 我的主张永不然永远不能实现 那也停止于命运 那那个人又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里头的 杨淑明的解释就非常清晰 他说所谓知天命者 知只是一个通达 仿佛通于天命 与大的流行合一 就是所谓未己 就是看自己 看当下 通通是与天不二 不是逆天而行 对吧 只是有一个绝对 他不离开这里 不曾把宇宙打为两段 我在这里头通达未己 这两点 特别特别的关键 梁淑明先生还提出来 当下之念随备定 而其结果总是被定的 对吧 就是如果你去求学 还是不求学 这不是天命 但是求学会不会成功 那则是一个被决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发动 我们启动 我们主动 是在我们自己 但其结果 则为宇宙的大流行 顺利的机缘所决定 但是我们用功 是在自己 那么自己的身体 是否强健 还是磊弱 这种关系 能不能让我们用功 那这个就是命 对吧 就是打一个 最简单的比喻 你去跟人家打乒乓球 你去不去 这个是你才决定 能不能赢 这个不用命 所以孔子讲的 五十之天命 在梁淑平先生看来 就是什么 在自己学养功夫 到那个时候 他的五十之年 孔子的自家生命 息息乃与宇宙大生命 相通了 不是他算了个挂 有一个 只要这么弄 就怎么样 然后朝哪儿 磕几个头 然后就可以发财 几月几号 你去拜 然后怎么就可以躲栽 那个都是不对的 那个都不是天命 那个都是一个算计 都是一个 把生活和目的 搭成两节 完全不肯在自己身上 去公身自省 去用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时候 即便在生命的 这个角度上 也是这样 印象很深 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梁树民先生 并被评为 全国健康老人 然后那个 很多的媒体记者 那这可能 九十岁的人 更少一点 很多的媒体 就来采访 就说你这个 怎么能够保养 怎么能够健康长寿 梁树民先生 回答非常有意思 那个记者 听了半天 没听明白 梁树民先生 就说什么 不求生 不求死 这是问题的根本 他觉得你这个长寿 怎么能不求生 不求死 这长寿更根本 那个记者 完全听不明白 老实说 你有没有什么 健身的诀窍 什么长寿的秘方 老实想找这个 我印象很深 但是因为采访的时候 我也在旁边 我就笑 也就摇头 那记者也没在这儿问 就说那你平时怎么样啊 吃什么畜生啊 有什么起居上的主意 那我也说一个人吃素 这个就平时 要早起 要做一些个按摩 更重要的 就是还是要自己 心态要放得平和 那这个我们 现在 特别是 这个这个老年化之后 很多的人 包括上当 你可以 很多老年上当 就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吃就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就长寿 甚至可以算出来 怎么怎么 吃什么就可以多活几分钟 然后 什么抽一颗医院又短命什么三分钟 都从这种情况 那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从科学下 从科学规律去讲 从统计学的角度去讲 这种统计对个体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老想啊 人家统计上说了 只要这样就可以承受 那只是一个趋势 只是一个大的流行而已 那在这一点上 我们一定要清楚 知天命 只是一个通道 所以我自己当年做科研的时候也是 就尽全力去做 想尽一切办法 别的 其他都不行 所以我印象很深 就是4月6号睡得特别踏实 没有什么 担心啊 怎么样 所以在这一点上 梁树铭先生讲的就是 知是通大 是通于天明 这个特别重要 我先讲到这 我先讲到这 谢谢梁老师啊 我们在这一节里面 讲到的就是 怎么叫知天命 我觉得这个话题 就比较更深的一场话 特别是讲到 同时讲到 不知天命 无意为君主 首先这个君子是什么 真正的君子 他叫内圣外王 内圣是什么意思 我们叫圣贤的概念 这个圣人啊 他的生命的目标很清晰 是彻底的觉醒 啊 就合导 啊 这叫 这叫这个 生命的大愿的目标 是在恩为 恩其余无情大 是整体宇宙 回先天 这是圣人的生命目标 贤人的生命目标呢 就是超越三维 进入高危 啊 是在德的境界 持续提升 啊 君主呢 是以圣贤为榜样 活出生命的自在 他呈现的是什么呢 内圣外王 内圣 就是内在 连接高危智慧 啊 连接智慧 连接天地自然 啊 外王啊 就是 把高危智慧 啊 直接 用于现实 啊 呈现出在现实中的 啊 一种生命的自在 验证生命的本质具足 啊 所以呢 当 对天命不了解 啊 不知道命 啊 不知道自己的内在能量状态 和内在能量结构的时候 那根本不可能是君主 那你也就是在三维空间的 这个凡人 啊 君主的 啊 反应词就是小人 小人是什么 是活在小境界里的人 活在一个狭海的 啊 那任知格局里的一个生命 金主呢 他是通达 他是开放的 活在一个更大的时空格局里面 啊 所以这个知天命的重要性啊 非常清楚 那这个 杨老师在提到这个呢 讲到这个天啊 讲到天然 啊 所以天然 就是也是天性之本然 也就是宇宙的本然 他不是人为 啊 所以自然的反应词就是人为 啊 那人为 啊 就就是对天命的啊 一种障碍 啊 对天命理解天命的一种障碍 所以他又讲到了 宇宙大的变化流行 啊 啊 他写了后边一句话 说了后边一句话叫 直贯注下 直贯注下来 直贯注下来 这就是投影 就高明能呢 直接投影到现实 啊 这个呢 只是用了一个啊 另外一个语境在表达 但它的本质啊 要表达这一个意思 啊 这宇宙的整体 变化规律 直接投影到 这个时空之中来 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了 非必然和非偶然 什么是非必然 啊 就是无常 就是在三维空间 看一切事物是无常的 啊 为什么呢 就像一蚂蚁 啊 我这个手去接近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我的手什么时候 会出现在他身体 这没有一个方面 啊 这就无常 在他眼里高维啊 能量的所有显化 都是无常的 啊 所以一切的 整治的那种啊 到了你看到的啊 全是一场空 啊 除非你觉醒了 那么非偶然什么意思呢 哎 就是恒常 但在更高的宇宙格局看 一切都是他的 必然的内在费率 啊 这就是天道 所以呢 在看 单位看的一切 他本质是无常 在整体宇宙看一切 源于投影原 投影原理有什么样的结构 就会投影出什么样的现象 啊 那么在在这里面呢 啊 道德经理讲得非常清楚 啊 无欲来观其妙 就没有三维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呢 啊 没有有限执着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三维 包括中间任何层次的执着 啊 观其妙 什么是妙呢 来自高维的有 叫妙有 啊 众妙之能 啊 就是指的高美 高维 所以呢 你不在任何一个层次上 障碍的时候 这叫旋之有权 旋就是高维的意思 啊 你不断提升维度 是不断的超越 每一个维度的认知障碍 这叫旋之有权 众妙之能 而这时候你是回归道的 啊 这是你知天命以后 你知道你的生命的去向 那有欲观其妙 就是 你有这个执着的时候呢 哎 你要看到 这个能量结构 会形成什么样的显化 啊 这个妙是能量结构的概念 那么还一个呢 就是常无 他换一个断句呢 常无 叫欲观其妙 啊 就你保持啊 这个空无的意识境界 啊 这个时候呢 所谓的空无 啊 是个相对的概念 啊 在这个境界上 就是空境 啊 以空境作为啊 本质的这种引领的时候 哎 这时候你呢 是要观到他的啊 妙有 就是 这个因真空而生妙有 妙有是在更高的维度上的呈现 那常有 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的有 使让我们去看到他的规律 看到他的原来结构 所以所有的显化 有他内在的结构 啊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天命在整个宇宙空间里面 他的结构构成是这种回事 啊 又跟我们当下会产生影响 那又讲到了这个道 行与废都是命 啊 就行道是提升命啊 是你的命啊 就是上上话 提升维度 这身命 是命的本质啊 命的本来何道的趋向啊 在这儿 那你会呢 这个啊 这个也是原意命 是因为我们执着在啊 有些认知啊 就刚才老师说的这个 去算命啊 什么这些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 那个投影原理的结构 是靠自己转化 啊 它不是靠别人算完了以后 你只是去规避啊 所谓的这个啊 凶险啊等等 它不是 因为那是自己的功课啊 你躲不掉的 啊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 这个知就是通达 啊 通达就是贯通天地 那在这个命这个柱里面呢 它有一个啊 啊一个数 它就把通达 在这个一个正弦波里面限制住 这个正弦波就是认知啊 这个认知会限制我们命的格局 而天命就是打破这个格局啊 所以呢 这个在随着这个 对有限认知的这种执着啊 另外一个下延幅啊 你是可以持续的下降的啊 就是说人们按照欲望的这个发展 这个命是会持续的下降 进入更不自由的状态啊 这就是我们讲啊 修行是来回归啊 我们在三维空间随性啊 随习性呢 就是能量的下降啊 所以这里面那个梁老师讲到了 学养功夫 学养实际都是来提升维度的啊 他学的啊 是感悟高维的智慧 你看学这个字是两个手中间一个摇 实际是问天啊 养呢 养的是德 养的是啊 我们的那个内在的功夫啊 所以呢 他以宇宙大 大威力的整体通达啊 就形成了这个 对天命的一个领悟 那在梁先生讲到这个健康的时候 特别妙 不求生不求死 他 他完全是以和天命啊 主宰自己的整体的啊 以天命来主宰自己 所以他不求生 因为所有的有求啊 都会形成相对啊 执着和显化的障碍啊 当他不求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进入一个自在的状态 对他的生命的本质记住 可以在他的有限生命中 得到特别完整的呈现 所以孔子的整个思想啊 他并不是体现在一个人类的行为规范上 特别人的那种内在 我们内在的意识能量的一个境界 是通过这个孔子思想和现实 能够完整的关联起来 对天命和当下是比较关联的 为什么呢 这边又讲到了一个未起义 这个体是什么啊 我们知道体啊 在五行里面啊 在叫叫土啊 说这个中央物极土 土是什么 是平衡的能量 啊 这四项能量平衡的时候 它的中间啊 是土 当土和谐的当下 才创造了高维实践的基本条件 啊 所以为己是为创造一个我们回归天命的这个条件 它是我们完成天命回归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它是为动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还有是昆德的能量 就是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高度和谐于当下 就这样我们才知道天命的纵横逻辑关系 啊 也能理解 梁天宣在啊 表达这个红字书想的时候 他对整个天命体系的啊 内在的领悟啊 既通达又和谐 而且呢 又能呈见在当下 而呃 梁天宣老师呢 他在他的这个 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的案例讲了 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 活在一个这个表象的时空里面 我们会有好多的冲突纠结 啊 当你能够跟内在 你相信啊 这个宇宙空间有的自然的运行规律 你只要进人是把自己当下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那这个成败都有意义啊 特别是这个梁老师在这个 呃 这个实验之前那句话 他把这个本质说的非常透啊 因为呢什么呢 当我们进人事啊 用我们自己的啊 社会去面对一切存在的时候 这个事做对了 当我们验证生命的本质具足 而这个事没做对 让我们会反思反思反思 我们的什么认知障碍了我们 使这件事做不成 啊 所以把这个认知颠覆了 下一次就藏了 这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啊这也是言回不二过 啊所以知道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在现实面对一切存在的时候 啊我们才知道 啊用我们的执心去做 啊当用执心去做的时候呢 做对了 啊是成功 没做对 是成长啊 所以这样呢 你一点都不亏 所以这是对天命 深刻领悟以后 面对每一个当下 啊生命自身 当下的这种 定力和啊 和这个当下的这种啊 自在的状态 他就呈现 他被恐惧 不被灿烂 不被期待 也不被后悔 所左右 啊 他当下就有自在 所以梁老师用他一个 心身那个经历啊 来诠释了啊 在天命的背景之下 啊生命的这种自然显化 谢谢梁老师 嗯 刚才刘峰老师讲的时候 我还在想 因为当时 嗯 我说 就是在那个试验的前一天 说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心态 可能刚才没有讲清楚 但是刘峰老师已经点出来 其实是什么 就是在规律面前 我们能不能臣服 就是说了失败 也是科研规律的胜利 不是个人的失败 如果你个人计较得失 那这个事情就不对了 就是起义 那梁树铭先生也特别反对 就是你不要起一个义 不要起一个贪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只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一边说啊 不能以成外论于英雄 但是自己老想 只是总赢 不要输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什么 就是不知命 不知命是什么样子呢 梁树铭先生也讲了 就是说有一毫侥幸成功的 这个心的人 这就是不知命 对吧 比如像那个赌徒啊 或者一些犯罪分子 他老是有一种侥幸的心态 还有呢 就是有一毫听天安命的 那种心态的人 什么就是听天安命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茫茫然 稀罗糊涂这样做 再有一种就是什么 待于作为 就是不行动 然后认为 在那待着 就是听天有命了 就是刚才我们举的 刚才的那个例子 就是 能不能考研 那是你决定的 你不能说 我觉得不能 然后躺着睡觉 这叫听天有命 你先得去考 考得上考不好 还是怎么样 能不能被录取 是不是能选中 你想要的学校 那个是后来的事 但是如果你 懒得去考 发怵 害怕 害怕受挫 那个都是什么 是待于作为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说是听天有命 实际上是什么 给自己的怠惰苟且 找一个借口 那显然 这个都是不致命 那在生活当中也是 在各案咨询当中 很多人都在讲什么 算了就这样吗 认命了吧 怨天有人 不想活了 要自杀等等 但是 你面对这个问题 你做了什么 没有 没有 那包括孩子也是 就是孩子上网成瘾了 这妈妈急得疯了 一会儿有藏电脑的 一会儿有藏鼠标的 一会儿把什么猫带去上班的 你自己想想 这个都是无效的 你孩子一定会有破解之法 真正的破解之法是什么 是你自己动脑筋 去观察孩子 去了解问题 去改变自己 不然的话就怎么样 就怨天有人 然后说是天命如此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让老天也替你来背过 其实在孟子里头 有一段文字也说过 就是 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没有做不成而成的 对吧 也没有不求而至的 天上不能掉馅饼 对吧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想当一国之君 那德行要怎么样 要像顺 要像雨那样啊 同时 还有 有天子 支持他 推荐他才行 所以这样一看 孔子当不了 主政天下的这个人 所以当然孔子就被称为宿王 只是什么 他德行配位 但是没有机缘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就是什么 一般人就看问题 总觉得这是一个凑合 是偶然的 没有 偶然的事情 只是自己的实力太前端 找不清因果关系而已 所以很多的家长老觉得还是不好教育的 这孩子特别不听话怎么怎么样 埋怨了半天从来不去从根本上找问题 因为我印象很深 很多的家长都说 我跟他说了一万遍 他都不改 我说 那既然你已经知道 就是这么空讲道理 你应该学习 你不应该玩手机 已经是一个无效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重复做呢 已经是被证明是无效的 你为什么不能想一个别的方法 去了解孩子 他为什么离不开手机 为什么去打游戏 他都不去看 老是觉得 你怎么 就是我应该跟你讲了一个逻辑关系 你就应该是逻辑关系去做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不对 知命是什么 就是你真正去自主了你的生命 真正去主导你的生命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说 他是知天命 听天命的 所以杨树明先生就讲 真正听天命的人 就是最尽自己心力的人 对吧 比如说我感觉着要去求学 便用心去求学 这才是天命 这个东西就是 求诸己 未己 求己 非公力 都是一个台 对吧 那我们必须了解到 听天由命 我们说的那种就是 混吃等死 那个不是知天命 为什么 我们要自己有发动 有发心 有行动 我们才有可能 进入这个规律 对吧 就是你连彩票都不买 你怎么中将 对不对 即便是有偶然 咱们一定买彩票 你彩票都不买 因为连机会都没有 对不对 若根本不为 那则有被决定的可能 所以真正 所以真正从孔子的角度来看 所谓的听天由命 就是要尽力去违 至于成功于否 则听竹于天 是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在这个里头 就是还是重复前面的那种 就是那种通达的未提 所以在这个里头 你不能去想别的 不能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念头 生出 1941年 杨树民先生呢 就是受 宁盟中央的委托 去香港创办光明报 但是去了没多久 日寇呢 就把香港占了 当然这个报纸肯定也变不成 办不成了 而且整个 太平洋战争都爆发了 对吧 南洋也都沦选了 香港当然也沦选 那这种情况下呢 那就得赶紧离开香港 那么在从这个香港 离开去大陆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因为当时他们离开香港 已经没有什么正规的船 只有一些那个走私的 就是所谓江湖好汉 但是他又是比较爱国 从这个日寇占领的香港 运些棉纱 运些东西物资 去大陆 从这里头呢 可以挣钱 而且他也是 对日本人很有仇恨 所以这样一商定呢 就决定去坐 这个运棉纱的船 非常有意思 当时是16艘 这种船 船很小 船很小 也就是三丈 宽也没有多少 所以 我也说当时坐在那个 船的上头是 不能 不是船板上 也不是甲板上 是坐那个船 堆堕起来的 那个棉花堕上 重心非常高 海浪 还都能打到身上 经常海浪一打 因为你可以想见 如果船很大 那也很容易被日本人发现 所以这个船也是很小 那么这个船队一共是16艘船 有13艘船 先后被接 那么最终 算是比较平稳的 算是能够 报了大陆的 那一艘船那是 上头东西给抢光了 还有一艘船那是被海贼 截了两次 但是我祖父坐的这艘船 东西没事 人也没事 所以这种东西 让他自己非常的感慨 所以在他脱险之后 他专门写信 给我的父亲和我叔父 他有两个儿子嘛 一个是我的父亲 再一个就是我的叔父 杨树明先生 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说我晓得我的安危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关系太大 因为我相信了我的安危 自有天命 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认为 肩负着 复兴中华文化的这个 如果我是一个凡夫俗子 对吧 少我一个不少 多我一个不多 因为自己认为 对往事继续学 未来是开太平 是我一生的使命 这个生命 这个使命 我没有完成 所以我不会死 要不然就是这个事 不该归我来干 如果我要出问题的话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在信里头 因为跟儿子写信吧 所以说话就比较 随意和坦然 他说我不能死 在信里头这么写的 我若死 天地将为之变色 历史将为之改善 那是不可想象的 万不会有的事 当然这个事 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信啊 被这个记者给搞到了 在广西桂林的报刊上发表 当时很多他的好友 就我觉得很多的好友 什么千家居啊 包括熊世利啊 都说他疯了 这个这个太疯狂 说这种话大言不惨 那我祖父在跟熊世利先生 谈话当中说 狂则有也 风则为也 狂是 我是狂了 因为是跟家人说话 并没有拿出来想发表之欲 贪慕 只是跟孩子们说话 但是我只是狂 并没有风 因为自己认定 自己要去担负这样的责任 所以在梁树明的有一篇文章 他讲过叫做乐天之命 他怎么讲的呢 讲的非常的坦然 就是说 一切祸福荣辱 得失之来完全接受 不遗亚不害义 不忧 不怨不忧 但所以 所以信念如此者 必须在日常生活上 有其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是也 就是信得及一切皆有定数 虽然不是百分百 但是什么也不贪 什么也不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自己 特别是在包括像 面对 拼领批孔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是一种坦然 安静的心态 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 乐天之命 不是混吃等死 不是在那坐等 守住待兔 相信自己 运气特别好 是乐以忘忧 对规律的 对规律的臣服 没有什么特别得意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失败的 失落的感觉 那么跟孔子 一以贯之的这种 主张是一致的 就是始终 自己的心 是郑重的 是认真生活的 在自己的生命上 想功夫 用力气 始终用一种 郑重 无杂念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之路 走好 每一步 这个 是梁树明先生 他主张的 知天命和乐天之命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乐就在于 他自己全然和自己的生活 是一致的 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我对生活如此认真 所以我的生命是一个整个的 他不允许自己的生命在此 而思想在彼 就是这样的日子 他一天都过来 他绝对不会搞什么 身心分裂的这种事情 所以他也不会去说谎 也不会去看别人的脸色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身心是和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他自己幼年的时候 觉得自己身体并不好 但是由于他这种郑重的 非常纯然的 独立思考 表里如一的这种人生态度 使得他在自己的生命旅程当中 尽管有种种的风险 灾难 但是他屡屡化险为异 所以这个其实 我自己给我的感觉也是 就是一定要 真正用一种郑重的态度去生活 这个是孔子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是郑重 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郑重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每个人 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生路走好 那就看我们 肯不肯正众 肯不肯 让自己的身心是一体的 而不是 起很多的杂念 向外去贪求 好 我先讲到这 谢谢梁老师 话题进一步深入 就是讲到了天命是怎样的 一开始就孟子的这段话 就表达出来 就是 莫置为而为之天也 莫置至而至命也 其实就是说我们 真正的无为 而达到的这种无不为 实际它是以天 决定 就以高为决定的 所以就说所有的为 以高为引领的时候 它是无为而无不为的 所以这个就是投影员 决定投影的像 而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有为 它都是带着分别的 只有回归到 无为的这种境界 这才是回归天的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人的一切为 这个人为 如果不以天到为 回归归天作为方向的 其实都是障碍 那莫置至而至 就是不是为了某一个 呈现的目标 但它又自然能够呈现 所以这就是说在一切 一切存在的背后 其实都有最好的安排 这个很多在现实中成就的 这个结果的像 往往是在你内在持续提升 而自然呈现的 有心在花 花不花 和无心插入柳成一 这个做事的背后的意义 它是跟上天合一的状态 它不是不做 而是它是智慧的去驾驭 周围的时空能量状态 而智慧 是以高为引领地位 以投影员 引领这个我们 转化投影的像 这里面刚才就专门提到了 宿命与修命的概念 宿命它可以是不为 它不是无为 它是不为 而修命呢 它是为而打 无不为 但这个为而无不为 真正的做到的 在这个本质 就是能够把所有的为 跟自己生命的内在 跟生命的意义 跟生命的回归 完整的合一的 那在宿命的层面呢 它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谁 觉悟而知天命的状态 真正看到一切的假象 这一切 呈现全是投影的像 全是假的 但是觉悟以后呢 它会发现 所有的假象 都跟自己的认知有关 所有的认知都是档案 所以这时候呢 它进入了修命的阶段 叫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它通过外向 了解自己的认知障碍 对自己的认知障碍的颠覆 能够让自己 走向这个回天之路 那么在这里面 对于孔子 这个在世人的眼里边 他说他这么智慧 为什么他也没有成为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君呢 其实 孔子没有成为任何一个 小国的国君 因为他的胸怀 是天下 他不是在这么一个 小的一个 有限的这种能量场里面 能够容得下 他的这个胸怀 所以他的胸怀天下的 那么后人 明白人 他看到的是 孔子被历代 明君奉为 大成至圣天师 他对人类的影响 超越了其后的 所有君王 而这也就是孔子 他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 孔子那么能 那么智慧 为什么他没有当上皇帝呢 为什么没成为国君呢 其实在孔子的格局里面 国君跟蚂蚁王没什么区别 你站在高危 看这些 主人就像人看蚂蚁一样 所以他是当一个蚂蚁王 没意义 所以呢 还能够 俗应了整个 两千年 中华的这个智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去理解孔子的时候 但理解了孔子 在这个时空里面 他所起到的这种作用 同时也能看到他超时空 形而上对生命智慧开启的 内造的东西 所以知命呢 他就真正 这里面专门讲到 他就真正发动自己 尽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 而对一切存在 全然接受的人 这个呢 他才真正达到这个知命境界 特别是这个梁先生 讲到我不能死 这个概念啊 其实这是一个怨力啊 其实呢 他真正达到了 因为什么呢 他的投影原理的本质的灵魂 根本没死 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久 但我们想起来 我们解读到 他的这些文字 这些思想 依然在唤醒着 我们的内在智慧 依然让我们 在跟他的智慧 产生共鸣的时候 产生内在的法律 所以呢 真正的内在的精进 引领当下的生命 内在不断的持续精进 引领当下的生命 他能够保持 知情 心物的合一 这是梁先生 整个生命的一个铁道 和内在的如如不动 活出了生命的底应 这也是刚才最后这一段 这个梁老师在介绍 这个梁树铭先生 谈乐天之命 这里面讲到的 非常宝贵的 他的一个郑重 是以在每一个当下 观照自己生命的功课 在一个绝的状态下 读懂每个当下的功课 同时又能误到 读懂这些功课的本质 达到一个彻悟的境界 然后又在持续的完成 每个当下面对的生命功课 所以他把觉悟行 合一于每一个当下 这也是一个 觉醒的生命的一种生命状态 觉就是发现题目 物就是读懂题目 这个行就是完成题目 这个行就是所谓的修行 就是修命 就是回归天命 谢谢梁老师 最后再说一点 就是这个天命 这个题很大 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始终都是在这个天命之下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做很多的这种 讲学和交流当中 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世界 应该什么情况下 我们这个世界是正常的 我老想所谓的正常 但是其实这里头 我自己感觉有相当多的人 认为僵固不变 这个才正常 一旦有变化 有成长 这个就不正常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看 有人也就是那种 朝九晚五啊 混吃等 但是你可以看 就这种人 这个也是五名人性的 所以他会怎么样 这种混吃等死的人 往往怎么样 一个是试毒 一个是试酒 一个是什么迷恋游戏啊 迷恋什么东西 他总是 因为人性 他不可能是一个永远不变的 对吧 他不是一个石头 所有的生命体 都是在变动 都是在演化 无非是往哪个方向去演化的 这个过程 那所以我们今天之人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 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天命的规律 就是什么 就是变化是成才 是正常的 那我们自己能不能有勇气 去往前去走 那么杨顺平先生就说 我们在生活中 就是最尽力去做 还是要看自己的人生态度 看当下的人生态度 把顺的机缘 都算享受过 才是真正尽了天命 必须像严子 严回那种不屑的功夫 由长以至于熟 无意豪思逸 无意稀间隔 沿着宇宙大流行的方向前进 那这种态度就是什么 这是一种 最功利的态度 那么功利派呢 就把宇宙打成两节 向外去找 所以他只得认了命 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然后怎么样 就是侥幸 投机取巧 壮大运 然后 想有没有机会 可以占个便宜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 那个金融诈骗都是 这自己又没有攀念呀 然后阿尔说我命不好 怎么怎么 买了个这个什么 什么利息特别高的 那他不对 从金融的角度 他不可能 对吧 你存一百块 然后一年就给你一百四十块钱 这不符合规律呀 哪符合金融的规律呀 那你起了贪念了 然后你说你运气不好 然后国家为什么不打击这样的人 你自己想一想 就是那个老鼠 吃那个老鼠药 那你拦得住吗 因为它好吃嘛 它有诱惑呀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如果弄不住 那怎么样 是要把自己搞得很高 知天命的公術 就是什么 反身向内 在自家性命的生机里头 顺其当下之所感 去主动往前走 这个是真正的一种生命 或者说顺应天命 知天命的一种主张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连老师 那么这边最后补充的 就是关于正常和不正常的概念 其实呢 真正如如不动的不变 那么跟我们以为的像的不变 是不一样的 那个如如不动的不变 是道 那在外面的变化 是像的变化 它是不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看到 现在这个时空里面 信息的发达 使得我们很多观念 在迅速的在转化 那我们说以前的观念 是不正常的 还是现在的状态 是不正常的 其实所有的显化 都是不正常 因为它随时在变 那真正的正常 恒常的是什么 就是道 所以道它是正常 伪道就是不正常 所以球内就是归常 因为道在内在 道不是从外面得到的 所以外球呢 就会背离本质 分别的叠加 会使得不正常 变得越来越 激烈的呈现的 声音的当下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信息的复杂 包括我们 哪怕我们做产业 我们期待的 那个所谓的 那个可能持续 呈现的部分 发现这个问题 越来越多 我们原则的技术产品 它的市场窗口 变得越来越窄 很多东西几乎变成快门了 这就是说 我们以为恒常发展的趋势 那是在一个狭隘的空间 格级里面以为如此 实际这个宇宙时空能量 在它自然的变化之中 它有它恒常的定律 当人类 天性的意识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自然 它会一定会来 平复这种天性能量的 所以人类不知道什么时候面临的 这样的灾难 面临的现在 和面临的这种复杂的局面 大家好像愿望都很好 但是一个格级不够 把我们的文明定生 这个误解为 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文明是境界 文明不是显化 它因境界而产生的显化 一定是和谐的 所以呢 文明是人类合伙 高效率掠夺自己的生存资源 所以这个它就不正常 只有回到和谐共生 以中华智慧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 这个人类才能进入一种 更高的时空境界 而引领这个更高时空境界存在的 是内在横侃如如不变的道 所以呢 这个回应梁老师 在最后讲到了这个 关于这个正常 它不正常 那实际上 在我们回归内在的时候 所有内在在现实中都有显化 所以在现实中 做所有的事情的 真正的内在目的 就是不断的觉察我们自己的障碍 去超越自己的障碍 达到跟自己内在的高维智慧 越来越跌尽的一种生命状态 而当我们跌尽 和每一次提升 都会带来内在的伐气 我们都会在现实中的一切呈现之中 化三格为玉博 实现生命的大处断 谢谢梁老师 好 感谢梁清远老师和刘峰老师 今天就梁树鸣先生 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 系列课程的第十讲 天命的对话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